字幕志愿者 杨茂 Tak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茂茂 杨茂茂 杨茂 杨茂 尖喀 看到视频 杨茂茂 杨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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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郭文贵韭 那 几晚有些汇报一下 这个礼拜我们又有聚会 几晚聚会 周六 《毛方班》 我《毛方班》那些例行公事 和那个保健班同学 分享那些保健的心得 希望他們幫助多些 我們想組織一些義工隊 看沒有人有空去一些安老院 免費幫老人家服務下 又傳一些信息給他們 DOTA有這個心意想做這件事? 我們一向都有做的 以前黃毓民那些蔣野生 我們都是幫老人家做的 但一看到林鄭月娥的司令報告 她都有心說加強板 加多很多資源去幫人受惠 但他們疏忽了 特別是老人家走不了 他們這樣搞是沒有什麼大用 他要教一些方法給他們自己怎樣練功 還有他們沒有懂得開那個神經系統 就算你問你治療師 那些普通醫生給你吃藥 你本身人體上了年多 那些中心神經都衰退 那些細胞又卡住 那些氣血又不通 那些凝聚了那些屈結在那裡 又殺不了 那你找些醫生去都沒用的 他又不是長期照顧他 他本身現在香港最大的缺陷就是 很多醫生不學東西 那些醫生本身不學東西 學了東西 如果他那些有排的醫生特別西醫 他一定跟著他指引來搞 所以他就有很多障礙了 他就此時非又不敢鬥 他就跟著我 你痛就給你一支痛丸吃 你痛得厲害就打好針就算了 是這樣的而已 沒辦法的 那天 阿鍾維冰他在另一個診所聽到人說我的名字 他為我認識他這麼多年 認識他一個時間都不知道 郭先生認識有這樣的醫術 挺奇怪的 他就來找我 他有這麼久的朋友 又不是很久但很少 然後見面我又沒說 我叫他幫他過了關 他很害怕 他說他害怕好像那個老婚 醫院就說他跟老婚那種症狀一樣 脊髓肌肉萎縮症 脊髓肌肉萎縮症 其實那些是很小事 很小事但會拿命 你不知道就拿命 一路一路那些肌肉一路斷 一路免疫功能 有一個錯誤的訊號 一路發出來錯了 那他會很嚴重 他有很小事 等於你家裡的電視機關了 原來是小菲氏 你知道你一搏回來就行了 如果你不知道 找一個人上來修理 就跟你搬回去 又說什麼 襲來蜆一樣 人體一弱 這樣 既然他們去到那裏行人止步 如果我們有些學生可以當作實習 就找陳醫生帶著 有空找一些網路院去一去 最重要是給小冊子教一些方法給他們 還有教他們網路院買一部離心力按摩機 他們工廉會賣得到 我們經常叫做工廉會賣 根據漢徒識字全身走一轉 叫汪路院的工人幫他們 一定有幫助 有很大的幫助 真的很大幫助 只是失敲渠一通就通 氣血過不了 其實沒有事 有些人體氣血一通 結一散了 但最重要是要練功 上年紀一定要練功 還有要飲食 注意了 那些牛豬雞、白糖不好吃 盡量少吃 避掉它 如果你要吃豬肉的 就買一些有機豬肉吃 那些治療不好 一吃下去的治療 你怎樣碰呢 那些激素治療 引起很多毛病 就是這樣 好,我們講的那些施政報告 我們看了林鄭月娥 我們今晚的主題 今晚主題是支持林鄭特首 整頓理智 清理部務員 主題就是支持他 整頓理智 整頓理智 整個公務員系統 特別是委員會 有這麼多委員會 委員會有一個坐幾個委員會 印章卡片要來 光宗耀組 實際外行也不懂事 壓住個委員會 以前這些是分餅仔文化分落的 個個都去做一些委員會成員 是吧 整個大堆都不知道有什麼用 整個社會都被他們搞到停頓了 他整這些劃鬼腳程序 每一個政策拿出來 你要經過那些委員會 周圍過 周圍問 其他諮詢本來不精怪 其實馬上叫你不用做 那你不見他故宮那些周圍諮詢 是吧 這個政府把關的人 就是拿這套東西 要來做擋箭牌的 他想快的時候就踢開你了 你想想他現在林鄭上場 7月1日上場 之後拿了多少 畫多了多少地啊 用啊 連他們白禮那邊都畫了 今天我們收到一個朋友 畫給一些藍童 就是他以前 所以他這次就說 他踢落了六八九了 說上手的東西全部錯了 開明居馬了 那這個好事來的 有人有人給他蛋 但他不這樣做不行的 你明知你上手做錯了 你不撿彎正 但是他有些最重要 他沒有做到 拉閘 不可以一天有八五個來的單程證 那裡沒有提到 應該是來五十個左右 你去香港壓迫不起 一年來幾萬個人 然後有幾萬個家庭 另外他就說 搞這些房子 他們現在全部錯了 我不是太明白那個政府 香港不是沒有人沒有屋住 是現在有些年輕人 又說不想跟家裡住 你不跟父母住 你出來住 你打份工 你消費額得起嗎 有些本身連首期都沒有 你一個個都 所以全部搞錯了 那些思維 你一跌心水 你就是建那些廉價屋 公屋 給那些人慢慢分 上樓就OK 搞到不湯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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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想這樣 又想這樣 這個社會 不可以我應酬心態 大家最重要 就說 他要搞那些醫療制 我們絕對支持 醫療是政府最嚴重的 那你車費那些 那幾百元有沒有什麼力 他真的全部要清些瘀血的 特別社工那裡的瘀血 你問你說 那些人說 你社工做到什麼出來 又要請多些社工 照會長者 其實你就說 你完全不知道 怎麼組織那些人 令那些長者精神爽利 有些長者住那些護理院 有些萬多元的政府要收 有些是七八千元一個月 最少補充 那你有個資源多重嗎 是吧 如果你給他精神爽利 他跟家人住的 還可以做些輕巧的工作 社會節省很多資源 人口老化不是這樣 他自會照顧不行的 人口老化一定要 為何要恢復那個 恢復那個體能 全民推廣 那個保健的方法 他認為他是挑戰的 所以父親已經正職了 檢討行乃令 豈不是好得夠膽 挺好事 所以我們支持他 政府做得正確 我們支持他 剛剛第一次上場的施政報告 政府也希望盡量做得到 將上一任的六八九搞落的壞事 全部都要走回正 還有他又 又踩創科局 這些又是六八九留下的壞事 搞創科局 他又要自己親手撿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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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看到林太是有心想做些事 但以前留下那麼多主血 就不太容易 總有一件事就要賺 有時候整個中冊組就改組了 中冊組以前那個少少波 全部都是乞丐 你都要掃走 每個都在那裡握手握腳 少爺的中冊組改組 多一些年輕人進去 大家香港人都希望樂觀其成 因為香港社會 香港社會真是 它又可以將我的醫療 可以引進一些外國的醫療 進來的時間長一點 但始終都不太到位 它一定要擴大中醫的系統 在十九區撥多些出來 一元租 在那些屋村裡 給那些中醫師可以醫人 減輕了公立醫院的壓力 還有最重要的 也有很多病 終於有下過西醫 這是事實 各有正常 但普通的病 上年紀 都是中醫好過西醫 但是他這樣做會不會得罪到那些 沒有說得罪 你做政府怕得罪人 你就不要做 尤其是你得罪那些是壞蛋 還有什麽問題 說了林鄭這邊的政綱問題 起碼都會肯做些事 之前他都有想做好工作 還有最重要 他真的要按這個基本法去做工作 按這個基本法 就盡快搞到香港可以有真普選 可以23條立法 我們支持23條立法 你說立國旗法 國歌法 武辱那些 我們都支持立的 那你幾多不虛虛 最好就選法 去做一個定額罰款 一錄你影 到時發出告票給你 不可以交錢 你可以拿著錢 猛虛的 他虛虛 罰一千五便虛 沒所謂 那些人不用陸民商場 不用上call 定額罰款 好像泡車 不用坐牢的 你不需要叫人坐牢的 他在球場開了國歌 開了國旗 開了國歌 那你就拍了 現在你就提議他 不要搞這麼多 無謂的事情 最好定額罰款 廢業勞臣相財 廢業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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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排行搞上法庭幾重屁 罰五千都虧本 你正出去做事 又要跟你送上call 定額罰款 你可以不認罪 不認罪便告你罰多些 不認罪便判你坐牢 如果你有罪便 你交一千元便交 是不是 錄到你的 錄到你的樣子 可以錄到你的音 那些人很強項 可以錄音 你認為你沒事 你可以去打工私隔 一打工私隔 輸了又怕你便會坐牢 不然你就去罰錢 要交一千元算數 你可以繼續喊 喊完又交一千元 有代價的 你吐口水也是 吐口水潭也是罰錢的 吐口水潭是罰千五 垃圾蟲 千五 千五 你代用錢便慢訂 你便去 你便去 現在你要簡化這些程序 不需要優好重給 送上call 你送上call 罰五千元是虧本 你要計成本 哪些人想服侍你 我給你定額罰款 你慢慢 這個目的亦都是阻嚇在龍 而且這個目的就是 封著爺爺把口 我立了法 他錄不到 拍不到 算盡數又不拉 做大龍鳳 撿回十個八個 一人罰一千元 算數交差 有法 爺爺又不會呱呱吵 立了法 是不是 是 是 那罰得幾罰 那些人不是這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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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不是真誠 你來拘捕 真誠 怎樣叫真誠 是 可能是檢控組才知道 那些人是中央的 沒有 沒有 那個社會水清暮雨的 水俗是雨死的 它是不行 你們要在社會有個法 你可以 即是有一張刀在那裡 但不一定一張刀要下到巡 又串串上身 不行 那些刁民有些服務 你就要制衡它 所以為什麼說人家以前英國佬有個政治部呢? 你日頭搞事就用日頭的方法和你玩東西 你晚上搞事,你都有一堆冰式晚上搞事的人對付他 現在香港沒有,光明和黑暗有兩邊 大家光明正大,你就光明正大去對付他 他鬼鬼祟祟在幕後插畫、古靈精衛搞事 你就鬼鬼祟祟就把幕後組織對付他 為什麼政治部是這樣呢? 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方最成功的 一定有一個很健康的特工組織 特工組織就是要對付黑暗面的人物 為什麼神父都收錢,大哥還不黑暗? 陳日君都收錢,香港身為主教 參與政治還要收台底錢 那你就屬於黑暗人物 光明正大收,我們是不介意的 光明正大收錢,宣布天下 但是你是主教,廣天主教主教 收錢搞政治運動,這些就是黑暗人物 黑暗人物一定用黑暗的手法來對付他 我覺得對嗎?半斤八兩,世界很公平 只是你玩黑暗人物,你不會玩黑暗的 所以香港就沒有了回歸後,沒有了政治部 這樣就香港散了 好了,這刻的人物不一定是那些反對派 表面掛過外國招牌,表面那些左貢土貢 董建華,六八九支流,現在曾蔭英權也落鑊 那你們六八九,老猛統都可以將他落鑊 他又玩黑暗運作,鬼鬼祟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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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上次我叫你搞鹹魚翻山就是這樣 知道嗎?你一定要找出來的,你拿不到位的,林鄭特首 你沒有冤枉人,總之你做了十宗壞事,我告你五宗而已 留下五宗放在那裡,你不肯信就給五宗,你看 小孩子還沒告你,你不肯,告你五宗而已 管治這個社會有技巧的,除非你學共產黨那樣老人肚子 以為自己有權力,把武力拿出來堵住了 說不要動,跪下,吹雞,你們全部跪下 這是現在的社會做不到的,特別是香港不開放的城市 當然你共產黨可以堅強做,堅強做那你就預算過後果 沒有所謂的,做到共產黨要做做到,馬上閉關 取消一個兩制,然後一個一制,解放著鋼,全部都堆住了,配給 所有那些有物業的人收歸國有,拿出來抽籤分配 我以後會抽籤分配,一樣有很多人支持 打倒豪分決,是的,一樣可以的,所有現在業主全部充公 拿出來從頭抽過,你都有份抽,做業主也抽過 幫我重新執位,或者抽到一間豪宅呢,兩段段 充公你那間五百尺,抽一間二千尺豪宅呢,對不對 是呀,因為你共產黨可以亂了龍,玩東西,你就可以玩一個亂龍 我沒有所謂的,我隨時都沒有所謂的,公平的,大家可以抽的,對不對 我一早說,不是現在說,不是現在說,很多年前說 我支持一個制的,全部充公,家產,由頭洗牌玩過 個個有機會,但是翻身,是不是 撿紙皮的那些都可以做到大業主 其實這裡通的,你共產黨可以玩這套東西的 不會影響你政權,我們才可以玩的 你那幾百萬人,那些有錢人都不行 那些有錢人都不行,那些有錢人都不行 那些外國人都是投資的,對不對 你怕會死人,他身家少了,沒有影響的 等於我來講,我外國也有投資的,我坐在黃州 抽就抽,最重要是公道,公正就可以了,你先抽一千 共產黨做到的,你不用這樣投赤的,如果又不是 既然說要依法治港,一國兩制,實行基本法 那你林鄭月娥就拿著這個指示,又要看她的基本法來做 基本法22條,不准許那些中國幹部人在香港 指手畫腳,林鄭月娥就出聲,基本法要立有三條 基本法要被別人選特首的普選特首,你便要做 你為何不做呢?做沒有人怪你,因為你經常說 依照基本法做事,那你就不肯依照 如果你發覺土共、民建聯、工聯會的種票,你便抓緊她 破壞了選舉的秩序,破壞了選舉的條例,抓人,抓人封艇 那每個人是服你的,現在就是每個人不肯依照基本法來做 那些口說的人來遵守基本法,自己帶頭不肯遵守 你叫馬仔不遵守基本法,你叫馬仔不遵守基本法 又搞中吊又成古靈精怪,那怎樣搞,其身不正很難搞 林鄭月娥,你有膽識的,你做五年好,做十年好,在這五年內 將香港撿回正它,就不要去搞那些假大空,茶粉,起高樓大廈 搞那些什麼差事,拿幾百億又搞那些體育館,成那些浪漫器 搞定那些醫療,搞定那些人的就業機會,搞定那些工程 不要被人走來香港搏網,超支又超支,搞定那十九區 怎麽樣設好那些虛市,給那些人很自由都可以放了工 在我虛市裡拿些東西出去交換好,賣好,自然要和你維持秩序 他有多些空間生存,是吧? 好,第一個問題 另外一宗,我問都有,阿昇仔,22年勝 但他這場贏得有些爭議,是吧? 什麽呢? 什麽都是真意的,有些人是生意,怎麽會沒有真意? 生意? 生意,怎麽會找水搞啊? 那經歷人公司,是吧? 我看過,如果他那天,第六場不停了,他都會輸 有人那個年紀體能,格仔的拳不夠重 格仔兩個拳都不夠重 如果兩個,我那些拳不夠重呢,哪個重哪個贏 不需要打足十個拳 如果他們說搞重賽,我就買陶星爺輸了 如果他想不輸,我貼上去的意見 他要去菲律賓給一筆錢,要給錢的,給阿柏 他教你那個移位,用腳跟的力,上腰力連合了,他出拳 要重拳得有效,那一陣子打得很厲害,菲律賓國寶 他就那個移位,他就很厲害的,移位很漂亮的,一移位 但他用到腳跟的力,再拼著那個腰力,出那個下拳 所以很重,對手多數都可以,如果被重一下 你都要付錢的,你一星爺真的要付不低金,放在維斯學 他這下拳拳,我移位,正是怕嬌想出來的 怕嬌想出來的,到門山手來的,我看了他 他講解過他自己那一套東西,我看了他之後 你看到你練不到,你一定要練的,快的 是有一個程式的,他移位,那個步已經準備了 所以用腳跟的力,拼著腰力去發揮拳 還有練到拳重,對方便會發揮 你回去看那個視頻,第一招,星仔要做這個 第二招呢,他學印度的儒家呼吸 還有學習慈善,還有學習慈善,保持到那個內力,呼吸在那裡 要學,有時間他學周家螳螂那個捱打 捱打,捱得打 對嗎?還有就要練那個橋手 我相信他的橋手,他們沒有怎麼操的 例如你打到那些夾仔上來,戴了手套 如果你橋手練到鐵這麼難,一困,買手臂,撞手臂,撞斷他的手 那贏吧,怎樣打那麼久 對嗎?有數計的嘛 你去找一個手擋你的嘛 你這樣吐起來,手臂一碰,就吐了一條妹 那還怎樣打?骨子都拆在那裡 茅就茅一點的,這個世界沒有辦法的 大家拼命嘛,你還不茅嗎? 我們現在他再出的從事要練這些東西的 真的要練硬的橋手,練到天天找些鐵棍來吐,吐完又浸,鐵打藥走 那些不是一時三下練得成的 練得很快,你硬幾度數很厲害的嘛 你贏那一度已經斷了,他的手 剛剛說半斤八兩,你弄了九兩,他已經斷了,他的手 我現在打的,從賽,要走這招,我接了上去,不知道有沒有人給他 好了,有人就談習大大,就說他亂奉扔錢 國內瑞拉呢,就工程爛尾,那裏內瑞拉欠中國200億美金債務 好了,斯蘭卡的港口呢,就原本是投資100億美金的 初期斯蘭卡就給地方領口使用,現在又改變了,就租了 在緬甸發電廠,80億美金,因為緬甸的政治局面變化,就作快 不是,我來找緬甸的交票港呢,又花70多億美金,原本收購的 始終由南美,好了,在文卡拉,馬達爾巴港呢,又說投資80億美金 開工興建的,但寬陶又被文卡拉叫停,現在文卡拉就找了一個 那裏仔,在附近呢,起這個港口,在巴基斯坦,大宇港呢,投資100億美金 起成了,但受到恐怖襲擊的威脅,急急可危 在英國呢,在英國呢,就投資恩卡利國,核電項目,投資180億英鎊 1880億英鎊,為到1800多億港幣,在簽約前,又被英國叫停 好,緬甸大大,在2015年9月26日,免除了不發達國家的債務 另外提供31亿美金给非民联合国和平基金 南南合作基金 以及答应在2030年前对穷的国家投资120亿美金 在10月底访问英国大约300英镑 就是3000亿港元的采购合同 在12月4日2015年在中非合作联合团提供600亿美金 就是4000多港元 有50亿美金是无偿支持和保释贷款的 在2016年1月22日与埃及宣布 在中东提供550亿美金 4000多亿港元的采购支持中东很多国家发展民生经济 在2017年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5月28日 向那些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中国家提供600亿人民币支持和无息贷款 在7月即是我们今年的7月上场访问德国 豪花228亿美金 即188亿港元 买了140架空中巴士客机 在9月5日在厦门金钻峰会宣布 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支持5亿美金支持那些激光问题 但是国内又窮人到死了 那你对过来不见? 你去过来不见?我去冲大头鬼 等於現在有很多明星,香港小姐都是這樣 她家裡住的廉價屋,窮人到混蛋 自己走出來花枝招展,一冷洋 說些搞笑的 等於以前那些去過非洲到晚扔錢 哪有多謝你,過賺笨層 第一個問題 大家要找,你下面的官員也要找 連那些學校都倒閉,整桌也沒有,黑板也沒有 中國人是假的,現在共產黨很多人搞事 第一個問題 那既然共產黨這麼多貪官 有什麼辦法可以讓他們沒得貪呢? 又共產回來了,鬥地主呢? 他黨內的紀律找一把口說 在那個人的道德方面,教養得不好 沒有行悶 他們要重新設一套黨員的規格 譬如說,我們都曾經說過 一個月所有幹部,五十歲以下的斷食一日 在生日那天,每個月一日,農曆生日那天 他將他的慾望停下來 好像猶太教那些掛沙,那些債員 但他們黨部應該是一個月一日 他說五十歲以上的,要你斷食就不要了 吃半餐,吃一餐,生日那天,但要吃素的 好,所有的鄉鎮幹部,每個星期日 要是轉食一日,或者吃半餐 要是要遲數的,不要說狂飲難食 把我省下來的錢,買了兒童百科傳書 那些數是全中國的山區學校 跟身水搞好教會著手 那些黨員都是如新作則 這個是行門力,是做到的 一聲令下做到的 欠很多錢的,你人九千萬個黨員 我當你有七千萬個五十歲以下 每個月斷食一日,一日起碼都有三十元的民幣 二十多億,買幾斤多的那些書送去鄉下 還有你這樣送書,全國中國的黨員如新作則 有這樣的行為,全國中國人都尊重你的 那怎麽確保他們會重遮煙? 你做人可以做到的,它是行政命令來的 規定你的港部要做的 那常有對策嗎? 你做到就做到就沒得對的 它四百幾萬個支部書記 你又不可以不承認共產黨是厲害的 如果中國能夠穩定立到一切 就是黨的組織有這個班底 有這個力量做到的 只要做好事是做到的 所以習先生要從嚴自擋 就不是說找一把口拉人去坐牢 這個下策來的 過去了算數 拉到回來,全部充公了這些錢 已經上繳了,拿回國友 隨便坐一個小時幾間算數 因為我都貪污過的,很聰明 降到幾級,叫他回到農村 貧污必揚,麻煩你發揮你的余光 余輝,這部港部 是吧? 未退休年齡的,麻煩你去下鄉 去搞一個鄉鎮 叫你戴著立功 把人才發揮完 但你退下一批年齡的港部 就要有這個行門 激苦思田 毛澤東以前搞過激苦思田 是有效的 因為你的文明社會 物質這麼引誘 是吧? 如果你的子女買豪車 買豪車的話 又可以有方法制人他們 那些錢怎麼來呢? 那你教不然 你身為一家之主 你的港部 怎樣教那些子女? 你實行之精神 你共產黨與生作則 一與生作則 剩下一個社會的風氣就好 你沒有與生作則 那是人都死了 你帶頭搞貪污 這個真的很重要 希望他們 習先生都想好的 只不過說他們那些智囊團 不夠人 那些視野少 你看到外交部就知道 都沒有見算 做到脫頭脫骨 都不知道究竟 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共產黨這麼多的職涵 各方面 有網友問 為何不取消總書記這個職位 為何要取消 它那裡有少少歷史留下的痕跡 以前有一個黨主席 後來沒有了 沒有了 就變了一個 在九個常委或七個常委之後 選了出來 就有個書記處 那你一把手就叫你做總書記 但世界權力大家這麼高這麼大 如果他想清晰的話 他就要做中國共產黨的黨主席 就不是叫總書記 這樣就對了 就是正式集團 因為現在他發生過 已經軍委主席大權過總書記 軍委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 你指他不動 所以幾屆鄧小平退下來 又是做軍委主席 江澤民退了 不做總書記 他又做軍委主席 他又做軍委主席 那就三個椅子卡住你 真是左邊中就卡住 他有一個潛失來做 等於現在這種風氣 你來到香港 我上一期都講的 你整個老懵懂 和六八九 站在林鄭月娥身邊 用國家政協那些花張身份 站在那兒牙手牙腳 影響那個管治的威信 這個是很失敗的 非常失敗 非常失敗 所以習先生應該 我們支持習先生 他恢復那個黨主席身份 因為你一整幾個常委 是分管工作 大家這麼大便 因為他都是政治局委員 政治局委員 選七個人出來做常委 不就這麼高 會這麼大 是 只不過等於你說行政局 召責不擁 總書記總書記管他 不能賺到的 你權力大單步 我分管其他工作 等於張德哥那個狼 在那兒玩東西 那你習近平吹不擁 等於中央宣傳 他就做常委在那兒玩東西 你放射咬他 你說集合心就是合調務 黨主席是不認同 真是不認證言順 我就一把手 就是鬼鬼祟祟 就叫你 當我做總書記 沒什麼用 他這個都有理由 中國要考慮制度改 他恢復以前 看那個問題 那前中聯邦被人 留黨拆漢 怎麼搞 那個誰來的 李光 李光 他很幸運 他因為留黨拆漢 即是說 看你 拆了多少屎出來 拆了多少人背脊出來 你拆得很好 什麼叫拆得很好 看看呢 坦白重寬 那就放你一馬 如果你再隱瞞事實 那就送你落駁 留黨拆漢 就是看你怎樣交代 因為他在香港 由2003年來香港做副主任 做了十二年 就是很多古靈精怪 壞事 中聯邦在香港的壞事 李光會知道 現在暫時放你 馬廷在這裏 麻煩你寫齊些壞事出來 那些什麼新界部 九龍部 廣東部 文教部 什麼差事協調部 那些人那些古靈精怪的事 你知幾多 麻煩你過兩者出來 這個是好事來的 但這些共產黨執行加法 它有一套固定程序 一定不肯放過你 慢慢來搞 跟你鬥長命 讓你鎮個貓王 你走去哪裏 你貪污了國家錢 濫權 國法來的那個 救你不肯倒的 希望它帶著立功 如果留黨策略 即是 帶著立功就要睹背脊 沒辦法的 立功就等於睹背脊 當然要睹背脊 因為提供了很多 有利國家精訊的資料 有肝 判監緩刑就算了 第一個問題 Dr. 你現在加泰羅尼亞 究竟是在搞什麼呢 加泰羅尼亞 我這個教徒 這班人都很聰明 聰明 有政治智慧 立即停 不宣布獨立子 押後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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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好了 他做好了 既然還有些民眾反對 你不需要爭招職 停了之後再講個回一回氣 這些是有政治智慧的人 或者是會批動 職疼 職疼 不知是菲律賓仔 拿了個鞋裁決 把領了一根 接着走,拍肩膀,踢水,踢水了,不准我提下裁决 那些事实,裁决在这里,因为它公投了,我不单方面宣布倒落 因为西班牙政府说明,如果你单方面宣布倒落 它就引用宪法第几章来接收你的城市,你会输的 我不说话,我就站在这里,我公投完的行动是有在这里的 已经赢了半步有多,所以它这个是好的方法 你们就真的懂得搞? 是啊,等于以前我说你那些上街占中的那些年轻人不肯退 你退了等政府落台,第二个人走出来再搞 那你就不会别人那么辛苦 只有个死冲没用的,政治只要你都要妥协 还有目的你不能为了搞政治奏章,搞到社会停顶 你不肯去找食,很多人要找食,大佬 你会什么日子上街,牵牙司的那些店铺做生意不肯去做? 你会捕捕到他们的十八道组组都齐了 真的,后面 我都不太明白,其他那些受影响铺 有个报告是那些占中山子的 报告他没有上角物,让他没有答辩 是啊,让他答辩 但是最近一件事很古怪的,普通人都不会做的 但是食幻柱呢,可以倒些水泥去封那些树根的 你会捕捕到人家,有什么搞笑? 我捕到人家,会死会倒的,坡树 大家看这里,是很神奇的,这些是不会犯这些错的 匪而所思,因为如果你这样倒水泥来,那些树根就吸收不了空气和水分 那整棵树就会窒息了,就会倒的了,所以就被人所思 为什么我们这么聪明的呢?任何人都知道这些东西 就是说你这个政府呢,有一个专家就说1980年 已经提过政府不可以用水泥去围树的 就是说三十几年来,那些部门呢,一班人差事,没有进步多 就是很大件事 第一个问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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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些是以前共产党派来的地下 臥底的 臥底的 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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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很多人 一早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来香港 共产党派来香港、居留扮香港人都很久了 就算你那些新移民很多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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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都公布過 起碼都六、七十萬人在香港 那不是全部都是臥底的 那 Dokter 你 有 有 不是 香港 我说台湾也是一样的 哦 原來 台湾也是一样的 這是共产党的手法 有 有 人都知道的 不用我说的 你看雜誌、報紙也有說的 它是正常的手法 滲透了入你那些地方各界層 Dokter 你經常在WhatsApp上有人收到封 說你可以控制到血壓 為何不公諸天下 是 我們那些木方班教人員員工已經有這個效果 但你說了那些人 他不做都沒有用 如果你想學的話 你就用來找方解登記 我們禮拜六 我木方班寶劍聚合 我們講交流 都會介紹一下這些常識 因為各個人的方法有些不同 會? 即是你血壓高究竟什麼原因 首先要知道為什麼血壓高 如果你不知道你怎麼搞 你會害到人 這套方法適宜我 未必適宜你 所以我們要保留 但是那些普門的方法 每個人都… 特別那個平勒工 台灣李鳳山師傅的平勒工 你上年紀老百姓 那些老人家練 一定對他的血壓有幫助的 他可以調整那個血壓的 那個平勒工非常好 這個就可以公諸於世國 但其他的我們 血壓高的人 我們要看到什麼理由他會高呢 這個問題 嗯 那在國慶放生 你有網友看到 你… 拆你的鞋子 說你越來越輕 越來越年輕 越來越年輕 那些是正常的 說正常? 這些不是異常的嗎? 正常正常 因為我用了那個瑞士的儀器 它是… 又喝了瑞士的泉水 我們以前又喝了那些瑞士的營養素 它對人體的細胞有再新的功能 加強了那個活躍度 變了那些細胞年輕了 你年輕了 你放射出來的那個神態 各方面都是年輕的 沒有了那種老態 瑞士多厲害 特別是我們這個平衡儀 它將你的細胞互化了 那你不是精神 精神那你就沒有了老態 是吧? 還有我很少 貼上那些上年紀的人去玩的 我不貼老人家聊天的 我多數會跟著那些年輕 那你年輕人 那些氣場都年輕的 那你就喝點水 靚水又換點血 那些血又新鮮的 為什麼我們要喝瑞士水呢? 就是這樣解 那些水是做血的 那些水靈 那些血液就新鮮 新鮮的那個人 那些血細胞就好 那要保持我們練功 那要保持我們練功 那你再進一步 更加要聯繫 就要勤力一點 每天我們都要 真的要把那些鮮粒體 再走回頭 那你會反路還同 我們那個瑞士營養素有這個功能 我現在還在吃著 但是我斷了貨 我們在改一個包裝 包裝都要給瑞士政府測試 應該過兩個月就恢復 有得供應 但是我以前拿好存貨 所以自己還有用 他就把你的鮮粒體 斷了的駁回 再走回頭 一個鮮粒體一斷完 人就死了 是醫學證明到的 還有我們有那個Q-Tang 很重的Q-Tang 所以這個 有方法的 現在的醫術和科學 這麼聰明 再加上古老的練功方法 很有效 特別那個呼吸系統 你用得好 印度Yoga的呼吸方法 已經比人強很多了 這個事實 喝水 不要吃些無謂的東西 清食 睡眠足夠 曬太陽 用印度瑜伽的呼吸方法 咸路都會練功的 坐地鐵都在練功的 你一定健康 一定精神爽力 是那個問題 是做到的 是做到的 阿多達 很多正統的宗教裡頭 信奉各種宗教的人 都很流行說 另一個宗教是邪法來的 那怎麼看呢 那究竟你正正我正呢 不應該去說別人 那不是我們去說別人 有些人是這樣說的 那你阻止不了 就是要看那些人 那些人是習慣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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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麽不好 全世界沒有國家 每個人安居樂意 平均分配資源 是不是 天堂來的那個共產主義 但好了 你一落到一個心術不正的人去用 他就剷了你的家財 他沒有拿去分配給人 變成一個獨裁政權 那就死了 即是所有世界很多航民的程式 他本身沒有是非是惡政邪的 你拿把槍可以殺人 拿把槍可以救人 你拿到法律可以維持社會的滴盡 你拿到法律可以欺壓老百姓 就現在你中國共產黨來香港用的法 他就是惡法來的 差不多說到沒有迴鄉症 都是支持港獨那類之流 說語言入罪 這是惡法來的 那法律給一個有權的人收拾 有權的人心術不正 那好東西都死的 就是人心很重要 人心很重要 人心的人的心術很重要 有什麼問題 那阿東有些網友問 會不會再有個機會去講一下 有個聚會去講一下 那些怎樣去看佛畫那樣東西 會不會 都有啊 都會 因為現在很多人收拾藝術畫 有些就表得很漂亮 有些就再來找我們加多個降印上去 證明那個畫是出我們手的 那個是防藝的 就是防藝仿造 第一 但是那個降印我們是施過術的 就是祝福過祭過 希望帶來給那些人有一種好的energy在這裏 那我們大約在11月17日暫定 就有個這個佛藝術畫的目中 但是在晚上是晚會來的 有人有少許視頻表演 就是如果有些人不得閒 可以先報訂名先 因為位置不多了 可以歡迎帶朋友來參加 AA制 AA制大約一個晚上 那些酒席貴一點點 但是我們都拿到好特價 來到兩百元左右一個人 11月7日 11月7日正17 17、17 11月17日又在那個帝庭酒家 北京道1號 有些買了藝術畫的朋友 可以帶朋友來出席 就是講講佛話的因緣 那個氣場會有這樣的效 如何相應多些 教他們如何用佛話幫到家人 幫到家人 有些人有病 有些人的心理不穩定 有些人遇到那些世間的不如以示衝擊 那教練呢 坐在那裡對著帝庭 做一些什麼動作 是幫人的 所以 11月17日晚上7時半 7時半 7時半 在帝庭酒家 北京道1號 那大家報名 那大家報名 要留位 趁早 留位 有朋友 你上次就講過 我們可以買馬仔 教了一些方法 那真的有沒有朋友 中了馬仔 不過就說 少些 沒有大選擇 沒有大選擇 我都說教你買那個雙Q 只是莫雷拉和潘頓雙Q 我中了 打頭馬 我放照片給你看 好 阿譚麗玲也捧我們牆 那我們現在看看 看看 看看我仔 我們會用這樣子的 可以嗎 到現在看看 沒有大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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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也要跟我們 這一個人說 你可以這樣說 那些人說 那些人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再這樣說 到現在 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 先有大選擇 發言 您說 可以了吧 這些人說 這個人說 我講一講,逢是任何賭錢或騎,賭馬或賭狗或賭甚麼都有數 以前我中幾次3T,就有少少數 當然,撞彩的機會很大 通常你中3T,多數4-5-6場,每場中3隻 你九隻中了,你就中3T,3T很結故 普通來說,有三兩百萬,最少有八零二百萬,有幾百萬 你這些人要中九隻,就中了,但我中六隻就中了 我當賭一個,賭一條位置過關,三卒一 我選雙膽拖了,不管你爬甚麼 如果我中四五場,我有汪衛掌做,補到半 比如我中四五場,3T的汪衛掌,我收十條飛 我補到半,跟尾場又中三T,只中六隻 我選六隻,我選六隻,馬中就中了,但普通人要中九隻 差不多有數 所以我們那些,但有些人都很幸運 譬如說我最幸運的話,那時買五十元駐,我們有收錢紀錄 三卒七五,四卒十一,如果我中了,我想起那場收二千多萬 我中三關的,都收了四百多萬,買三卒七隻 五十元條,連人在過關,但賭錢是要很講清楚的 講你的駐馬,講你的常識,對吧 譬如說你想補本這樣的船日馬,我們認識這麼多人 拿兩隻位置,先問給你練馬 這場馬,哪一隻沒有機會跑出的 不是問他哪一隻跑出的,人家這麼辛苦操練馬 告訴你,我通常問,拿帖子,我問他哪一隻跑出的 這場有哪幾隻不行,我就買少幾隻 考慮少幾隻 或者問那些人,哪一隻馬,有PC穩陣一點 那些人,我們不會告訴你,四五點早上去神操大佬 找食,這麼辛苦告訴你,你學得何能 所以我們不會這樣問,這隻馬,給你個PC賣口 那你一天,你選擇一個PC,買到二村一個關位置 那便補本,如果你二村一個關都不中 那天你都沒有運,那就值得輸 但你長期賭錢一定要補本 優比實務,我上次教訓大家的成績 是賺到少許錢,賺到少許錢,但不是贏大錢 贏大錢你要過關的,但過關不同意的 是吧?過關很厲害的 你去買個三村七年人位過關,你都說笑嗎? 就算一百幾二百,二百幾三關 你買一百元條不得了,幾十萬 看起來很容易中,中起來真的很容易中 中起來的時候很容易中,不中起來就是不中 買五十元條收四百幾萬,中多四千十一 現在中了三場而已,現在中了那一場我收二千幾萬 說笑嗎?三百幾萬踏入連營位,你去多少次? 是我的問題嗎? 早前要講精的,一定不講計數,講精的 炒的話會更加,我們在金融市場更加要懂計數走位 全部世界都在數上的,人事關係很多 整個世界,整個宇宙就是離不開那個數字 但你不知道那個數字的神秘嘛 不知道哪個數乏哪個數是有變化的嘛 你又不懂計人的數嘛 這個連馬斯和你那個騎仔合不合呢? 這隻馬豬說不乖,贏了不醒人的 多麼都不清,騎仔都沒有力,騎不可以醒的 怎樣和你拼命? 哇,這個馬豬很像傅老的 和他爺爺一張馬,怎樣十皮八皮請吃飯 當然,弄多一兩個大多,小小的有力 你跑出了就拉那頭馬,弄多多少 是嗎?那些馬主要弄的 所以這個世界要計賦人的數 全部都有數在這裡 他拘捕你的馬和你拼不拼 他都看老闆有沒有好處 你經常和你贏一場 完全沒有表示 當然不肯和你騎 為何和你贏一場 為甚麼事 第二個問題 講講獎顧 可不可以講講陳子超探獎的往事 有人貼上網漫畫 他講講陳子超和李樂夫探獎 李樂夫不是探獎 反黑大幫 拍過一個電影 他也沒有避聞說 最後期 翁靜靜的媽媽跟了他 李樂夫幫葉翰搞賭場 看著所有行政的事情 沒甚麼值得講 他很早期的反黑大幫 他會接樓盧首位 跟著黑鬼你就接李樂夫手 做反黑大幫 陳子超有少說 但陳子超都不是探獎 又不是探獎 那這個跡下是什麼 那他跡下是什麼 他陳子超有些人誤會了 陳子超是軍裝背詐 但他很奇怪 他小孩跟我的小叔伯洗頭 他叫洗頭 洗頭 他叫洗頭是出生的 他小孩高大 就是當差 小都八叫他當差 當差好像當差 有人看著他 現在說是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 做著做著做著 做著都沒有運 到後期他埋了一堆 就好像七十年代初 他接了國際訴訟組的那條數 我們叫十五樓 有一個國際訴訟組 他不是做組長 而是掌握那條數 跟那個鬼魯警司 那個鬼魯警司委任他 所以他負責給他掌握 那條數就收到全港九新界 那條數就收到全港九新界 那條數 那你有人那些 集差沙子 或者軍裝沙子 上去坐那個位 他去掌握那些光板 那些CI那些 那個糧便由他出 大數便會收 變成他喜歡給誰人做 誰人不做 你上那個位是去抄 那時候他就開始多了 他軍裝Major 拿條數拿很久 拿到他 臨到薩奇利夫的轉制 轉了做雞仔餅的時候 他就調去升一級 從Major上升一級 一級幫板的 但他還拿著那筆數 拿著那筆數 在人事科那邊 變成很多 那些環頭雜差 那些Major 都是打他工的 那時候有八級 都打陳子焦工 即是你去九龍城做什麼 拿一筆數 但不是你去收的 一樣是陳子焦 拿了一筆數回來 跟你說好 每個月你知道多少 我調你來這裡搜 你明白嗎 即是包枝包揭 包你身 你走來九龍城做什麼 十五皮一個月 那你就收十五 我收百五 不關你的事 他只包了幾個數 所以找到錢 後來一出事 他就走了去菲律賓 但他很過癮 我記得他被一個 撞了個台灣歌星 那些路纖 都壓軟了他 不敢出聲 他又捧過那個陳什麼靈 陳什麼靈 陳什麼靈 在日本那個 陳美以靈 他那兩個 都是陳小超捧他們出來的 他捧過兩個姊妹出來的 但他本身是被一個 台灣歌女 擺了上台 不敢敢出聲 被人騙了 後來他在菲律賓 最後期在菲律賓 陳小超 為什麼他走到菲律賓呢 他移民去美國 他去美國 就口衰 得領罪了一個女人 因為他一向和很多 那些古惑仔 那些退休警察 都來往 陳小超 跟我的幫會中人 美國華經幫 台灣 都來往 我得領著一個女人 那個就是陳香梅 得領著陳香梅 陳香梅就整個鼓 搞了一宗大聽政會 他去屌你了 那我要著草 著草 就走到菲律賓 陳小超 走到菲律賓 最後走到菲律賓 應該死了很久了 那是江梁超 他是洗頭洗出身 是我的小叔伯 去光顧菲律賓 幫他洗頭 應該叫他當警察 他很後期 七十年代後期 找一個 找過一輪 他賺錢應該只有十年八年 就不同了 還有他不是探長 香港探長不是很多個 有名的 因為現在那些人後期拍一套電影 叫做四大探長亂不搞 硬紅都不可以叫探長 你要做個總探長才叫探長 香港最威水的是最早期的姚木 港九新界九龍 香港新界 只有他一個做總探長姚木 姚木總探長 嚴木應該是一個 如果四大探長 另外一個就是呂駱 呂駱可以叫做總探長 他做過港島區總探長 其實在B做過新界區的總探長幾個月 半年左右 航深 南光也做過九龍總探長 陳亮都做過總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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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弘都做過新界總探長 鄧弘這一個人也很神秘 但是很少人说,这几个人有资格叫做四大探长 其中一个,硬洪不入流的,硬洪是吕洛的男人 他是做了探长,调他入手,但硬洪在总部跟吕洛很久 后来做探头就调了去入华地,做了入华地一个时间 是做了任探长的时间,接着就做个果欄大创督 果欄,拉引了百多人,然后要着草 但是拍电影时的人说四大探长是吕洛、南江、杭森、颜洪是错的 应该姚牧有份,姚牧、邓文那些都是,因为做过总探长 这个历史痕迹,有人问到说说过去的人物 他都没有钱了,南江仔的下场都很惨 好像他的儿子都在买架,没钱了 吕洛就能赚到钱的,因为他以前为何会做好总探长 吕洛因为他是东方人劈队,跟过契爷的 因为在四五年和平后,大陆解放很多那些退伍军佬 国民党走来香港,没得干,很多人都只是当差 很多人都只是串了当差,吕洛也是其中一个 他在淡美当差之前,他就跟我契赢 到了姚牧之后就留福了,留福都可以叫做总探长 留福之后跟着就散了,很多差馆都三柴都当探长 张宏村、周文錦的后台,李宗盛那些,那些是很早期的 接着去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候 新西波那些,张秀、蔡炳龙,蔡炳龙那些都闻名 蔡炳龙那些都闻名,蔡炳龙在警察部都很久 都叫做探长,但大的总探长就只有几个 以前的秩序有点不同的,现在他们的香港政府 就浪费很多人力,跟他们定了一些规矩就很麻烦 你做习差,不可以跟那些黑社会的人来往 如果你做反黑组的习差,不跟黑社会来往 为什么要做情报呢?是吧?很古怪的 所以破旺率就很麻烦 如果破旺率这么低,我就按着个案子 所以现在大家去报旺,整人都会说,喂 恐吓,有没有打到你,不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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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有朋友都不理你这么厉害,家里贴不负物 我都… 将我的案子都压低了,盖住了,变成犯罪数字低了,其实不对 他现在没有处理到的,没有处理到的,又没有情报 那靠现在有些派些人去臥底,搞什么 以前不是的,以前很… 我社会有那么多人,我在街头看美 我正在中间到,附近被人打荷包 我可以了,找Peter仔,晚上拿回来 我找了Peter仔 问我哪个班人在那里,被他活动的 我那个活动的,Peter仔是个年轻 我找了Peter仔,问我弟弟那边,我今天拿了荷包 有什么关系,可以交回来的,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的,反而现在大陆有的 大陆在深圳被人打荷包打成呢,就有规则 他一报,他说,喂,你买,洗了一间看看 第几格那些,看没有你整件 叫你找回来给你,大陆反而现在还有这个系统 一你在深圳打荷包找食呢,他有时间性给你,就是有组织的 但香港人现在就散了,但那个时代是警察和黑社会勾结 但当然又不是好现象,所以不敢恭维 但现在呢,警察部就没了官威的 你说好与不好,就真的见仁见智了,没了官威的 警察,你大家看到那些战宗啊暴动那些 那些是,我比市民的多了,我比市民的多了 所以他们是有多少要调整的,你执法时间就没了害怕 但现在你过去打一份工,他当份差,找两三万元个月 最短都有两三万元,得单取理,回去写口供 接着就弄了黑铃铛,自己有牌子上升级 对不对,你那些人真的投诉 那些人要跟你吵,对不对,所以削弱了管治的权威 那些人,在以前的时代,怎么给你说 你这个12点,我开装啊,你怎么讲笑啊,对不对 所以是死人,不兇过你市民 刁民很多,大陆那些新移民更兇兇 来香港自由行,那些人更兇兇 你那些猫子被捕到他的儿子,都没有花痕的 都没有搞到,哇,十几个部门出几十人 抓一只猫,你说社会资源不就累死了 他捕到你,阿沈,民事诉讼,就算了 对不对,为什么你会接这些案子的忘居呢 有铺铛在那里,你就告个猫子 他不肯是,现在搞得到这么久,不做不肯做 所以这些林郑月娥都要做的,你要清理这些 每一个部门的鱼血,流杂,气 整班气人,现在各个部门都踢球不肯做事,关不肯事 过两个部门,拖长些东西来搞 有,第一个问题 对吧,Dr,揭中了,为什么? 一般来说,去殯儀馆就不准穿红色衣服 你扔这个问题出去,说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之下,穿红色衣服有的 有人都放了上去,根据中华民国 那个殯葬,什么叫喜桑,什么叫少桑 是法规来的,有个指引的,不是说立链说的 在什么情况之下,穿红太子的衣服,大红大陆的衣服去灵堂 是很详细的 就是以前,大家但是那些普通人都听过了 就是说七十岁又死了,就已经是少桑了 现在七十岁通街都是了 现在七十岁通街都是了 但台湾就厉害了 在那个民间的丧庄是有些条件的,叫喜桑 死的人一定是七十岁以上,不是恶病而死的,正常死亡 在第二代有两个与上的儿子,有两个儿子 在第三代有孙子,而且他来宋葬的时候那些子孙都到来宋葬的 第三个条件,或者他原配的老婆还在身,唯一老公在身 又能够可以亲自首领宋葬 第四个条件,那个目红者一身平安,家庭的成员 没有意外死亡,或者早死,或者伤残 有这几个条件,就叫少桑了 在少桑,孝子的亲眷可以穿大红的服飾 带有红色的,例如有红花,不是全红,带红的服飾 放炮掌,烧炮掌,还有可以用分酒席送行 用烧炮掌,有些叫少桑,七十秒以上 但有些叫少桑,大家可以上网看台湾那些,就很热闹的 少桑,哭得很热闹,齊齊哭 总之中国人的桑葬文化,很贵得意 让大家看看,2009年在陝西,是霹鸿扮喜事的少桑 来看看,要看看,要看看,要看看 即是如果他符合条件,扮喜事的 我刚才所说,全部子女都要穿红衣的话,就很难有的 这么恐怖,全部要一身红衣,就是撞鬼了 子孙除了几个条件之外,没有早死,没有细死 因为他这些一穿得全红的衣服,那些子孙人应该有百多人 理由是为什么呢? 他要他两个老人家超过一百岁以上 比如说他老公八一岁,老婆一百零多岁 同在七日时间内死 一月前停官的嘛,不是立即死,立即撞的嘛 唯一老婆死先,唯一老公死先,一个先一后 不超过七日内死,但超过一百岁 但这些言孙又没有犯法,又没有为非作大,又没有成 又没有要,又没有车和死,又没有天灾日和死,齐了的 有这个现象呢,哇,大件事了,全部的子孙出品要穿红衣 是喜事来的,为什么他可以一超过一百岁 同在一起,他可以搞个鸳鸯狀,穿红衣 他那一套死人衣,那套衣都穿红衣 鸳鸯狀合狀,超过一百岁 七日内一起死,是很难有的 你超过一百岁命都难,还要两夫妻 两夫妻都齐齐超过一百岁 超过一百岁,还有在七日以内呢,善后脚死的 那些子孙呢,在这 那些子孙呢,又没有做过为非作大的事 不容易有,之前再说那几个呢,就容易有 七十岁以上都容易有 有两个儿子,有孙,齐 老婆在这儿,或者老公在这儿 那有人会去陝西都用这个穿红衣 一部份大红,我都叫大红,不是全红 我现在说的那些子就是全红 全红啊,但如果你去到一个全红的笨念 你自己都会害怕 很恐怖啊,有机会 有机会搞什么,世界不宜馆 你真是全红啊,你真是 你真是,你坐在那里又怕我 你真是,你真是不知道搞哪个 你真是不知道搞哪个 是吧 不知道是郊强哥有没有 这个郊强哥 全部纸质呢,穿红衣 不穿不行啊,我还要限定 我皇帝都惊动官府呢,给一个何帖 你啊 何你家里死人 不容易有啊 好,第二个问题 好,那问题 开了股了 问题都问了,那都提了些 有些什么交答 今晚有什么花水啊 今晚花水呢,首先,那场祖国 接着有广东话版的《清晰祝福文》 接着有佛堂,第21站 接着有个俄罗斯的人物术表演《软骨功》 这个很精彩的,俄罗斯的软骨功很厉害 我都看过很多软骨功,这个最厉害 这个最厉害 我在世界上都看过,蒙古一些我看过 但这个也很厉害 我想这个是天生的,第一个问题 接着呢,有一个俄罗斯的节目 是讲一个中医对战十位阅医的 大家欣赏一下了 一个典故来的,就是一个狼钟 即是拎拎茶橙,没有正式挂牌的医生 在乡间医生,对着朝廷十个太医 对内团比赛,接着出大开荒 大家可以吸收这些医生的常识 有杜月新教你如河村 这个特意选出来的,因为杜月新很多人听过 上海黑帮头子,批雪梨批到黑帮一把手 上海大亨有这么多电影拍过 但是那些人生的经历的金具呢 那大家可以吸收一下 有些未必适合你的时代用 但做朋友做人处事呢 他都有他的一套的经验 他都不在 他如果不喝酒不吃烟的人呢 不可以来往的 所以我们吃烟,大家很吸得住 大家看看这个杜月新说的 他说一个人如果不喝酒不吃烟 不可以做朋友 有其中一个可以做朋友的生物 我出来走,出来做老家 第二个节目 接着呢,兵兆辉有个讲戏曲示范 这个值得看的 就是辉哥示范 在舞台公家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很有风格 他有个位置放到上马 是的 所以有些做什么节目 接着有个魔术 有魔术 好,讲一点 那本呢?鬼神呢? 除了初学日 讲一点鬼神 我们讲了鬼神 继续讲一点鬼神 好,另外呢? 好,另外呢? 我们家里的神呢 就有一个叫三玉神 以前的祖先呢 就很喜欢 人生有五种福气 其他就是多仔 多子 是人生幸福的一种 人呢 就是 信奉多子多福 是出于早期五福的观念的 好,如果你说 如果你想多仔 唯一途径就是要个女人受孕 但很多女人呢 她有不孕的现象 是常常发生的 在这些条件之下呢 很多的产妇和BB仔呢 在她的出世时间过程死了的 那很多 希望求紫色的祖先呢 在一种没办法 自己把握 和理解的灾难面前呢 就归结了 叫做命了 她的命呢 是没有知识的 没有子女的 当是她的命没有的 第一方面呢 她很积极地 就制造了一些神出来 给她求了 她崇拜了 希望求到有三子三女 一提到那些三子神呢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良良庙 有些宋子良良 有些宋子观音 个个都不同的 多数是女神的 在古代长江 古代长江谋域的神呢 在屈原的楚池都有讲过 有 邵施明 就叫邵施明 有大施明 邵施明 邵施明是一对两夫妻的神来的 大施明是管人寿的死妖 是男人来的 邵施明呢 是主管生育和儿童的命运 是女神来的 这个狗哥呢 屈原这个狗哥呢 借一个男人的巫师的口 就跟这个邵施明呢 就唱了 人家都有美好的子女 你何必如此仇苦相情呢 手持长剑 互为儿童 你就是这个生命的主宰 他会描述这个生育神的 我有几个例子呢 除了这些宋子娘娘之外 在藏族呢 有一个叫做花婆女神 他刻意呢 要用花朵供奉她的 是球仔的 在云南瑶族呢 祭拜那个立法妈 在京闻还有一个称呼 叫上公东斗花帝母太白天良 就是球仔的 在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普米族和摩梭人崇拜的那些叫巴丁立木的女神 白衣白裙 白衣白裙 不穿鞋的 是披法的 其他一个白色的女神 她都是被人求神的 这个女神 也是管弈儿童健康的 另外有一些呢 就变成了製造一些人拜的那个南瑶新籍器官 叫新籍崇拜 在日本都有的 现在新籍器官崇拜对象呢 就是自然物体来的 有些人工制造的神仙物体 在我们祖先那里呢 就求到紫色的 这个是很原始的 在云南建村石宝山石宗子 第八个石屋 有一个石雕的连座 连座上面呢 有一个鱼的物件 正面呢 作了一个很深的槽 它就是一个类似女性的新籍器官 当地白族的人呢 就叫做阿央伯 阿央伯呢 是姑娘的意思 伯呢 就等于生籍器官的意思 在解放前 凡是没有子女的人 或者想多生子女的白族妇女呢 就去那里呢 墳香叩拜的 要查这些香油 那我下次呢 又讲这个财神 好 通声 如果你有些社会上有些饭禁的物件 虽然你可以买来赚钱的 就是对于插座 都不可以做 交代那些年轻 因为你可以本钱利润呢 没有了不得止 身家性命呢 都保你不了的 就是不要去做接财呀 贪便买些东西 赚些钱呀 你都要教些人不要做 木少犹豫上吊勾 自家贪自反添仇 一场毫突君知否 互税如今近可忧 一场毫突君知否 互税如今近可忧 如果大家有时间 可以看看这一段东西 一定会学到处身 下一期继续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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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